10月8日,YG更新了Blyping Ready for Love的破译喝图 9月29日,美国单曲排行榜榜单Bill Brown宣布 Blyping主打Glow Shutdown已在Global 200和Global SQL美国排行榜荣登第一 这也是他们第二次登上全球200枪 2022年迄今为止,Bill Brown的200专辑榜登冠的女艺人只有两位 Beyoncé和Blyping 正一个在寒流史上创造时刻的女团 被网友戏称为韩国最神秘女团 作为打入欧美圈的韩国女团代表 Blyping的国际化早已得到了粉丝及市场认可 但她们真的已经成为欧美女团了吗 世界级女团的成绩并非一日之功,而是铺垫多年的结果 2019年4月,科切拉音乐节上的表演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尤其是Rose,被粉丝亲切地称为科切拉风中盛开的银玫瑰 这一表演的成功,被视为Blyping正式进入欧美圈的象征 随着Blyping的海外影响力日益变强 他们的受众市场也逐渐向欧美地区靠拢 以YouTube频道订阅人数为例,超过8000万粉丝 为全球音乐表演账号称最多 据全球视频共享服务公司透露 2021年,Blyping在YouTube观看次数达到了72亿次 其中印度第一,墨西哥第五,美国第八 受众来自于韩国以外的地区 而Blyping是如何打减欧美圈的呢 首先是海外市场的积极营业 大量投入资金的宣传 为Blyping成功进入欧美圈,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次是与欧美艺人的合作 2018年10月,YG与环球音乐旗下厂牌 Interscrop Rikers签约 再次是多次在海外活动上露脸 包括但不幸代表联合不发声 最后就是Blyping有着欧美市场缺少的风格 甜美又帅气的感觉 正是以力量感和自由至上的欧美女团缺少的 爱到韩社,美儿姐说最新韩语 欢迎你赞和订阅哦